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郭仲亮 今天下午出席了公益记者会 郭仲亮说投入慈善 就是希望能帮助弱势孩子们以臂之力 而为了辅助偏乡国小棒球队的孩子 郭仲亮还亲自到了乡下陪孩子打棒球 最近时常公开露面的 中信金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郭仲亮 今天出席公益记者会 跟大家分享了前阵子下乡与孩子打棒球的心得 我以前在学校我是副队长 我又是棒球明星 而且我以前他们叫我Homerang King 哇 结果被删证 说笑自己被小学生删证的糗事 因为过去两个多月 郭仲亮与中信兄弟球员们 都在认真打棒球 就是因为要帮偏乡国小棒球队的孩子圆梦 他们可以感受到小孩子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斗志 拍回来的纪录片还自己配音 郭仲亮说对棒球的书中 也有当初满下兄弟像有关 很多的小朋友 他的生命 不管他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或甚至他只是一个孤儿 可是他们都会继续在一起 一起看棒球 一起谈棒球的事情 棒球是他们的梦想 做个棒球明星 或是甚至只是一个职业选手 是他们的梦想 最近总部将一试南港 郭仲亮说在这边已经18年 要搬家当然不舍 不舍啊 当然是会不舍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父亲自己挑选的土地嘛 里面的室内装潢 包括家具他都有参与很多 所以的确是有这方面的不舍 乐意投入慈善 因为对孩子的未来深感责任 也让人看见金融汉匠感性的一面 新唐的电视之后莫莉宇 台湾台报道